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乙之坐标平面上有两点 一点是1 一点是负1负1 落在某一个圆上面 那么它问说 下列哪一点不可能是该圆的圆心 好那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什么 这两点落在该圆的上面 所以该圆的圆心 一定是在什么呢 是在这个 这一条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两点的什么呢 两点的什么 两点的这个 这个 中垂线上面 这两点的中垂线上面 好那这两点的中垂线上面的话 所以呢 比如说如果以这当圆心的话 那以这当半径就可以吧 那如果以这当圆心的话 那以这当半径 这样一画可以 那如果在这里的话 以这个当半径 这样一画 这两点都会通过 也就是说 这个圆心的话是在什么 是在这两点 连线的中垂线上面 所以这条直线 它一定通过什么 通过中垂线 这两点的中垂线 当然是00 好那E这一点的话 这个是等于45度 跟X轴加什么呢 就O1 这个叫A好了 这叫B O1 OA的话 跟这个X轴的话 是加40度 所以这个也是45度 45度 好那这个 因为它要跟它垂直 所以这也是45度 所以什么呢 所以 所以 这一点的话 你把它对称过去 以这个钢对称走的话 对称过去的话 会落在什么呢 落在这条直线上 那这一点多少 这一点的话 我们叫C点 或者叫A' A'这一点的话 就X轴标 就变成负的 负1 跟1 好 那所以我就可以 把这条直线 把它找出来 这条直线 上面的这个点 上面的点 比如说 这个洞点 这个叫SY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它是相似的 这两个三角形 也就是说 X 就是那个 X的绝对值 这两个一样 这是等1 这等1 所以X的绝对值 跟Y的绝对值 混一样 X的绝对值 跟这个Y的绝对值 是一样 不过的话 在X的话 是在第二向线 就是在第二向线 是负的 在这一向线 就是变正的 不过就是X 坐标跟Y坐标的话 如果X是负的话 Y就是正的 Y如果是正的话 那也是负的 那如果X正的话 Y就是负的 所以这两个也是相差一个人的负号 然后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就晓得说 X会等于到什么 或是Y等于负X X等于负Y也一样 Y等于负X 也就是说 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是Y加上X等于0 或者是你要带 两个点下去也可以 带两个点下去的话 你就认这一条直线 是AX加上BY AX加上Y等于0 那一看的话 00带进去等于0 所以C是等于0 那再来 1-1带进去的话 等 所以我就得到AX加上BY等于0 然后我把什么呢 1跟-1带进去 这是带-1 那这带多少呢 带1下去 所以就得到什么呢 -A加上B等于0 所以我就晓得A的话等于B 那你就 A就等于B了 那我就知道AX加上AY等于0 那两面除以A 所以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X加Y等于A 这样做也可以 所以你就晓得 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晓得这条直线方程式以后的话 那你就知道 只要X跟Y符号相等的 就是符号相反 大小相等的话 都是在这条直线上 就是Y等的-X 都在这条直线上 好 那我们来选 我看A的话是1-1 当然是可以 1-1就在这边 B的话0点也是可以的 那C-1-0就不行了 -1-0的话没有在这条直线上 所以这个不对 所以这一集答应该选C 那D的话呢 是-1当然在这条直线上 所以答应该选C C的话呢 这一点不在这条直线上 这一点不在这条直线上 是-1-1-0 -1-0 -1-0 -1-0